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雪 第1341集 替成雷神豹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凤江淡淡问道 管家哭丧着一张脸 回三皇子 雷神豹杀了我家少爷 这抓了我们少爷有段时间了 不管老爷说什么雷神豹就是不放人 前段日子探索回报 少爷他 他死了 段五成并没有表现出 该有的模样 这事啊 也不能全怪雷神豹 朗玉这孩子 是我没关好 雷神豹会抓他是有原因的 他握了握拳继续说道 听说他在历城放火烧死了一家几口人 还有一位深怀深怨的妇人 他 他最有因德 段五成闭上双眸 深吸了一口气 再次抬头 三皇子 硫磺之事 只是你知道了 你要叫硫磺带走我也无意义 雷神豹这件事情 你能不能为我出面 与他交涉 我不希望城内百姓因我家私事受苦啊 老爷 管家扶上段五成 现在是我们家少爷死了 雷神豹借机发难 这不是老爷的错 是朗玉的错啊 段五成在管家手中 抽回了自己的手 三皇子 只要您出面 想必雷神豹会给您面子 不攻打我城 至于以后 谁来管理永山城 还有三皇子您来定夺吧 爹 一名女子 从外面急急忙忙跑进来 跪倒在段五成身边 你怎么了 怎么受的伤 爹 你没事吧 女子抱着段五成的手臂 想要摸他受伤的额头 却有些不敢 爹 你伤得很严重 走 我去找大夫 给你看看 娘娘 爹没事 段五成 侧头看了看这个女子 娘娘这是三皇子 快 见过三皇子 段柳秧 这下 才在自己爹爹身上 转移目光 看向主座上的人 三皇子 他抿了抿唇 低垂头颅 民女 段柳秧 见过三皇子 段柳秧 长得漂亮 关键是 她的皮肤 白皙通透 红润粉嫩 一张小脸 如同被雕砌的白玉 无暇透亮 让人百看不厌 啊 三皇子 这是小人的小女儿 段柳秧 小人本有两儿一女 狼狼是最大 可惜她从小 就被她娘亲惯坏 狼狼已经不是第一回 给家里惹事了 有如此下场 也不在我意料之外 幸好我杨阳 与小段狼 都懂事 我也无憾了 爹 你流血太多 我给你包扎一下可好 我 去包扎吧 凤江摆了摆手 此刻 一位穿着悬衣 身材高大的男子 走了进去 段柳秧 扶着段武成站起 段武成身躯 再次一晃 往前倒了下去 爹 事情发生得太快 段柳秧 用力抱着她的父亲 却还是力有不足 爹 进门的男子健壮 大步往前 他在段武成倒下以前 将她搀扶 段柳秧 没有站稳脚步 直接撞到了男子身上 男子腾出一只手后 牵了段柳秧一把 段柳秧 心慌意乱 撞进了男子的怀中 四目相对 两人都微愣了一下 姑娘 你没什么事吧 赵玉生 轻蹭了下眸 轻声问道 明知道 这姑娘不是故意的 但赵玉生 还是不习惯 有女子对自己 投怀送抱 我没事 我没事 段柳秧 斩了斩毛 立即站稳脚步 离开了男子 杨杨 你没事吧 爹 段柳秧 这才反应过来 握上了段武成的掌 你怎么了 很快 他便放开了段武成 面向凤江 跪下 三皇子 我爹爹 已经三天三夜 没有闭眼了 请三皇子 开恩 让我爹爹 先歇息一会儿吧 好 带下去 凤江 摆了摆手 谢三皇子 段柳秧 谢恩之后 站起 管家已经来到 段武成身边 这位公子 多谢你出手相救 我 赵玉生 看了段柳秧 瘦弱的手臂一眼 轻声道 我来吧 带去哪儿 好 我爹爹厢房 就在旁边 请跟我来 没事 刘伯 不能怠慢了三皇子 段武成的脸色 越来越惨白 老爷 知道了 老爷 您先别说话 我这就去找大夫 管家着急得很 我是大夫 凤九儿站起 走了过来 让我给他看看 城主家里 连个大夫都没有 看起来 也真够清贫 好好好 姑娘 那麻烦您了 哪怕 不知道凤九儿 是不是可以 但看着他的眼睛 管家便相信了 段武成的厢房 就在房子大殿旁边 赵玉生和管家 一同将他扶了进去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躺在床上 段武成还想坐起 躺好 你的样子 不像没事 凤九儿 在他身旁坐下 只要有好的身体 没什么事情 是解决不了的 但要是你倒了 这个烂摊子 谁来收拾 段武成 看着凤九儿 苍白的嘴唇 动了动 没有说话 凤九儿拾起他的掌 长指落在他脉门上 脉象很虚 这几天 你当真没有休息吗 双爷出事之后 大夫人一天吵好几次 老爷也没有办法 管家着急地 看着床上的人 他已经三天三夜 没休息了 他 大夫 大夫 我爹爹 他情况如何 段柳央向前一步 来到凤九儿身旁 还好 只是太累了 凤九儿放下段武成的掌 先给你们家老爷子 准备点吃的 我开好药方 你们去准备药 好好休息两日 便可以了 两日 段武成坐起来 我 他一坐起 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爹爹 段柳央健壮 过去扶着他 老爷您就听大夫的吧 您这样下去 铁大的身子也熬不住啊 两日 段武成闭上双眸 深吸了一口气 两日 我怕雷神豹 不会给我这个时间啊 倒是城门一旦被攻破 百姓怎么办 百姓们如此信任我 我怎能让他们失望 不可呀